爸爸我资金有限 你会建议我买哪支 有机会涨十倍的股票呢 NVIDIA咯 NVIDIA涨了很多了 那我们再看看 还能不能继续涨咯 大家好 我是七八把张智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叫NVIDIA 英维达 那这个公司很牛 在过去三年 股价已经涨了十倍 所以大家有个疑问 涨了这么多了 现在买会不会高追呢 未来它还会不会继续涨 甚至涨十倍呢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 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NVIDIA它是属于 半导体芯片 这个行业和板块里面的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需要应用到的 产品对芯片的需求 是越来越多的 首先我们用的电脑 越来越多 用的手机也越来越多 它们都是需要芯片 去计算和运行的 还有呢 在汽车里面 其实现在也是电子化 智能的东西啊 功能的性能的越来越多了 每台汽车里面 也是用了大量的芯片 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应用啊 包括在数据中心啊 云端计算啊等等啊 所以对芯片的需要是很大很大 不断在涨啊 那今年呢 我们也经常听到 有新荒啊 shortage这样东西啊 很多时候来不及做 对吧 一方面新冠疫情 对于这个芯片的制造 有一点打断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大家对芯片的需求啊 是非常非常的刚烈 使到很多时候没有货可以供应 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个NVIDIA啊 它的有一款产品 才六百多块的美金的 已经在外面市场上炒作到一千多块 还来不及买 买不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市场对于芯片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NVIDIA呢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芯片公司 或者是个半导体公司 一般来说啊 一个产品里面 会用到很多很多的半导体 但是很多的半导体芯片啊 这个产品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那一家 可以用这一家啊 有很多很多家的供应商 来供应同一个零件 所以呢 他们的价格啊 都是一个commodity pricing 一个商品化的 不能太高 赚的不能太多 但是呢 到了CPU 或者是现在的GPU里面呢 他们的设计是非常的复杂 在CPU的年代 我们听到了要Intel 除了Intel之外 还能选择AMD 到了GPU的年代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到了 NVIDIA的GPU的卡之后呢 找不到第二个second source 或者就算有 我们一会儿会看看 它的竞争对手啊 跟它的这个技术啊 性能啊 还是差了很远啊 所以到最后呢 一些高端的产品呢 只会选择NVIDIA 使到它的产品非常好 卖至于 也有定价的能力啊 我们再来看看 那为什么对GPU 现在是这么火热的需求呢 回到了80年代啊 我们当时买电脑的时候 要的是CPU啊 曾经是Intel的 这个熊霸市场的年代 当时要286啦 386啦 Pentium啦 我们要Intel Insight 虽然那时候 也可以买AMD的电脑 但是人家感觉到啊 AMD还是好像差一点的 所以当时Intel是个非常赚钱 股价也涨了好多好多倍的啊 在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需要Graphic Card呢 是需要我们看视频啊 玩游戏的时候 一张图呢 需要处理的这个数据啊 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啊 哇 需要处理一个 比如说1000x600的一个图像的话 里面的数据的处理是很大的 而且呢 我们需要它很快 如果它处理的慢的话呢 它的这个视频啊就香港人叫 咋哈咋哈就卡住了对吧 所以为了要看了顺畅一点呢 我们会另外升级 加一张Graphic Card 这个显示卡啊 在这个时候就是要Graphic Processing Unit GPU的出现 但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要求 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已经不局限于处理这个图像了 而且就算这个图像 已经从二维的 二层的到了3D三维的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元宇宙啦 虚拟世界啦 玩游戏啦 要处理的这个图像是越来越大了啊 到了GPU的年代 大家就从这个中心点 从Intel转到了NVIDIA 曾经啊 我是学电机工程的 我们都知道Morris Law 就是Intel的创办人 Gordon Moore 他定下来的 在CPU的年代定下来的定律 叫Morris Law 但到了GPU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有Huang's Law 这个Huang啊 就是NVIDIA的创办人 Janson Wong 他所定下来 所以这个Janson Wong创办人啊 是非常出名的 一个技术人员的出身 建立了NVIDIA之后 那我们看到啊 NVIDIA有什么好处呢 相对他的唯一一个竞争对手 他是更快 而且呢 更省电 那更省电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使到我们电子产品 一颗电池 可以用更长的时间 对吧 更重要的是 那些电耗耗电耗到哪里去 其实都是在产生热能 所以呢 NVIDIA的产品更省电 也就是意味着 它发的热是更少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用到数据中心的话 哇 需要大量的空调 来把这个电脑降温 这个时候 如果用了NVIDIA的话 我们第一个 对冷气空调的需求 就会降下来 它可以放更多的卡在里面 这个小的地方里面 可以更加好的利用空间 还可以省下更多的电 所以NVIDIA在这一方面呢 它是领先它的竞争对手的 我们看到有这个技术的优势之后 它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高端的市场 在大型的计算机里面 它基本上是垄断了超过60%的电脑 甚至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在每10个超级电脑里面 有超过8个是用了NVIDIA的处理器 所以它在高端市场基本上是一马领先 看不到其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它有这么多的竞争优势 但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技术人员 来看这个产品 我们不是个消费者来看这个产品 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 它的产品这么好 作为一个投资者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业绩报告 它这几年的业绩是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就算看它的第二季度 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报告出来 它的revenue增长超过60几个percent 其中在这个数据中心还有gaming center都是非常快的一个成长 在gaming游戏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玩的游戏对这个形象处理 graphic processing的需求是越来越多 所以它在这里占了很多的一个优势增长得非常快 到了数据中心呢我们经常听到的要云计算对吧 它在数据中心里面也是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在这一个板块里面它的这个业务增长也是非常快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么强劲的需求下 它的毛利率也从去年的58个percent涨到今年的接近65个percent 这个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对它的产品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使到它可以增长它的毛利率 而且我们刚才提过它的产品定价在600多块 在市场里面是买不到的 你要花1000多块才能买到人家炒卖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就算它不涨价 把它的毛利率继续赚多一点的话 它起码可以在这个高的毛利率里面维持一长段的时间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earnings per share的话它的增长是更加多 一年year to year的话是增长超过200多个percent 就算每个季度三个月之内它也是增长了超过24个percent 这个增长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来看到它每一个季度的earnings per share 每一股的收益的话 就算整个华尔街的分析大航的分析平均来说 也是不断的在调高每一个季度在调高 它是不断的超越了每一个季度的大行的普遍的一个预测 使得我们看到它每一个季度的成绩表都是超越beat expectation 所以这个解释了它的股价为什么在过去三年内涨了十倍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就问这个问题了 现在买会不会高追呢 它未来还会不会持续的增长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现在的一些优势 第一个呢 其实应用哪一个产品 是需要一个整个生态圈的developer 开发商来的 包括有软件 硬件 应用的程式 APP 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应用NVIDIA产品的developer 现在已经超过230万全球的developer 而且这个增长是几何式的增长 让我们看到它未来的在市场里面的竞争力是会进一步的增加的 那好了在什么的场景会用到NVIDIA的product呢 其实每一个场景都是非常hot非常热的 第一个云端计算 我们现在的个人用的电脑 其实处理的这个能力是可以越来越简单了 这个CPU不再是一个关键的产品了 计算能力放到了云上面 通过我们现在越来越宽的一个宽带 或者是5G 6G 把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放在云上面了 所以呢也需要更多的数据中心 NVIDIA在这两块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挖矿计 这个Crypto Mining 那挖矿啊 现在Cryptocurrency虚拟货币 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出现 每一个虚拟货币也是越来越贵 对吧 那谁先挖到 谁就赚大钱 挖慢了一会儿 就是挖不到了 就是血本无归 对不对 那怎么去取决谁会挖到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挖矿计来计算 一连串的很复杂的数据比赛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所有更快的处理器 他们挖到下一个虚拟货币的这个金矿 就更容易啊 机会更大 所以谁都会投资很大量的钱 去升级买最好的最贵的GPU 在这里NVIDIA的GPU是最领先的 所以这里大家需求是非常非常强一样的啊 那好了除了挖矿计之外呢 最近我们也经常听到元宇宙对吧 元宇宙可以是游戏 虚拟的游戏 也可以是未来的工作啊 远程的工作对吧 种种的啊 无论是玩游戏也好 商业应用也好 需要的也是大量的数据处理 而且是用到3D啊 3Dimension 而且这个解像度也是越来越高的啊 在这里面大量的这个数据处理 需要graphics processing的power的话 NVIDIA在这里啊 一马当先啊 也是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啊 那其实呢 NVIDIA在元宇宙里面呢 已经投放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开发啊 只不过它不叫元宇宙 它叫Omiverse 这个全宇宙啊 在这里呢 它的技术领先已经超越它的竞争者 远远好几年的一个研发 好了 除了元宇宙之外呢 还有无人驾驶啊 无人驾驶 未来车子可能不需要我们啊 一个司机来开车 可能以后的无人驾驶是更安全 可以更快的反映一些 入面的突发的事情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看 现在所有的著名的车厂 都已经是使用NVIDIA产品来做研发 开发 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高端的汽车 那除了无人驾驶之外呢 未来的智能城市里面 也会用到大量的 比如说人面扫描啊 或者是整个社会里面 需要公安啊 安全啊 对吧 有人打劫了 可能这个怎样啊 过了一会就被抓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街道里面 也会用越来越多的摄像头 来处理人面视笔 来处理很多的图像啊 所以在这里 NVIDIA也是一马当先的啊 除了这个社会的建设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应用到的就是一个医料 现在我们已经有互联网的问诊了 对吧 也有远距离的一个医生 不需要来到医院操作 他可以通过远程操作一些手术了啊 那这里面呢 也需要大量的graphic processing NVIDIA也是一个在这里一马当先 可以把握到这个机会的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人工智能 还有深度的学习啊 我们已经不光是machine learning 其实更深的一层叫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 NVIDIA都是在这么多的风口里面的 表表者 一马当先的 以后需要用的产品的提供者啊 那说了这么多好的东西呢 有没有风险呢 当然是有的 第一个 他现在科技呢 已经到了国家的安全了啊 或者军事的应运里面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要争取NVIDIA之余呢 中国也不想任何的关键的技术 被人家卡脖子啊 以后中国会不会自主开发芯片 而且这个科技超越NVIDIA呢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超越的话 那中国可能以后会用自主的芯片啊 第二个呢 NVIDIA 现在它的一个市场力量 已经大到可以影响 这个垄断的一个地位了啊 所以他最近想收购 英国的一家公司ARM 在英国啊 欧洲啊 美国啊 甚至中国啊 很多的政府部门都提出了反对 那未来除了收购上会有阻力之外 还会不会有更多的 反垄断的一些调查 或者是一些监管啊 这些都是一个风险啊 那当然这个股价也涨了十倍了 对吧 短期内特别如果美股有一个调整 会不会对它的股票带来一个调整啊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蛮大的啊 所以今天我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股票的推荐 我只是告诉大家啊 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的我 为什么会看好这家公司 觉得它有潜力啊 未来的股价继续增长 甚至有十倍的这个潜力啊 当然这个十倍的增长可能不会在短期内 不会在一个月一年啊 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的发展 对吧 但是当我们看到刚才所说的这么多的场景当中 都要用到NVIDIA的产品的话 那它的股价潜力是非常大的啊 当然风险也是非常有的 所以大家只是做个参考 那好了 我分享了 我对这个股票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 对这个股票有什么看法 在留言区留言啊 如果你也想了解其他什么股票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和留言 作为对我的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 我可以投资什么股票 可以慢慢 建议我买哪支 十倍股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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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